大家好 这里是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的法律月报的直播现场 我们的节目会在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和YouTube同步的播出 喜欢可以关注和订阅我们同时打开小铃铛 收到我们的直播推送 也可以关注我们新开通的粤语频道 那么法律月报是我们和华明胜律师事务所一起联合来制作的一档 每个月给大家来讲述一些法律的知识 以及一些最新最热的法律的条文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在这个节目当中他们会有相关的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 移民部的或者是工商部的或者是其他的知识产权等等方面的律师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锁定我们的频道来关注这档节目 今天依然在我线上的是这个华明胜律师事务所移民部的负责人Tina Tina好 大家好各位好视频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相对来说是有几部分的人呢 其实是真的是有影响的 来跟我们说一下 对首先一个呢 其实是B1B2啊 现在如果是旅游签证入境的 然后呢在入境之后呢 您想要在这边留下来 然后转身份的像这种呢 可能会影响的比较大哈 然而呢也会有风险的 那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哈 因为呢现在疫情的关系 我们谈之前有一些节目谈到了B1B2的延期嘛 因为呢延期现在都是允许的哈 包括移民局已经说了这个news出来 是说由于这个呃virus的问题 您申请B1B2延期的 我基本上都批的哈都能成功的 您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呃飞机停飞啊 这个呃这个什么呃这个呃这个呃这个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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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闭啊什么边境啊 这些哈这些都是一个不可抗力的原因 所以呢移民局都已经公布了 他都会都会都会批准的 那这个情况呢就会出现是说 如果他现在面对面的fingerprint 不能打指摩了嗯 那他他他他不会因审理的时间不更长了吗 对吧嗯对 那那更长了的话就导致了B1B2的人呢 您可能因为本来的时间 已经够长了 我B1B2比如说六个月哈 打个比方我现在要要延期 我是六个月的 那我六个月在这边停留期间呢 在停留期之前交上去 那我本来是省到四个四到六个月才会有消息 现在可能更长了 那更长的话呢就导致了我有可能六个月哈 甚至我结束的时候呢 我已经啊我已经这个这个这个我我六个月 再六个月我已经到期了 那这个情况呢其实要小心一点哈 因为呢 如果这个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 您要留下来的话呢 您您交B1B2延期上去的话呢 一个一定要文件完整 所谓的文件完整呢 他虽然是说疫情的关系哈 我要您能够延期的但是不是说任何文件我都会批 任何文件的意思是说您要在文件完整的情况下 由于这个不可抗的原因我会批 但是呢由于您的文件不完整或者是说我发现您有移民倾向 又或者是说你的担保不够的 我觉得您有一个领取公众负担的这个福利的这个危险的 我也有可能的耐的 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 千万千万不要以为是说 我现在有疫情啊 我很我很容易延期的 我基本上交上去我就能够延期 其实千万不要小看这个 因为呢您如果是 比如说超过六个月您要延期的话 那但是呢如果延期的情况下 如果您不交好哈 这个延期不成功的话 这个有可能会影响您下去入境的 而且呢有一部分的朋友呢 他们如果在延期里面哈 交由于交案子上去 啊这个这个这个比如说哈 交什么申请上去哈 我交的不好然后我被被拒了 那这个情况呢您下次入境的时候呢 他又有一个拒签的记录嘛 所以这个情况呢得要小心哈 因为呢现在国内的 疫情呢也有好转了嘛 所以很多人其实想要回去的 是的 即使你现在交了这个B1B2的 这个申请 但是呢我还没知道结果 但是呢我现在又想回去了 我不想再继续做了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我会建议每位申请人呢 您可以马上去写信 报告移民局 如果你已经出境了的情况下 特别你要告诉他 就是说哎我现在疫情好转了哈 我我我我现在要出境了哈 比如说我4月1号啊 这个比如说我2月1号我递了案子的 那我现在呃我现在4月份了 其实我要出境了 您最好呢是写个信告诉移民局哈 附上你的收据 附上你B2延期的收据 然后告诉他我现在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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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境了 然后呢移民局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他其实是很有可能给您直接给你一个批件 啊就说直接他的批准的时间呢 是到您出境的时间为止的嗯 那这个情况呢就不会影响到您下一次入境的了解 所以呢这个情况是说如果您要B1B2延期的朋友呢 你一定要首先文件哈文件一定要交齐嗯 不要让移民局去因为您的文件不齐 因为呃发现你有移民倾向 发现您的担保不够而拒绝你的B1B2哈 嗯因为呢不是说100%guaranteed approved 就是不是保证说哎我有我有这个这个不可抗力啊 我有virus我不能我不能坐飞机啊 所以我就肯定能延期千万不要以这种心态 因为呢B1B2 extension呢 它是一个比较嗯比较比较比较 比较敏感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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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申请来的 他不是说那么简单哈 他一个是要find out哈 你在这边有没有预期拘留之前哈 有没有record 你在美国这边的所有的生活的费用 你有没有足够的担保啊 你在境外有没有一个紧密的联系 然后回去呢 呃会不会让移民局觉得啊 你是没有移民倾向的 因为你在国内的还有工作啊 还有房子啊还有很多钱啊 然后你回去的话呢 我大把事情要我处理的 我根本不会留在美国的 像这种的点呢 你都要就得表现给移民去看哈 就觉得哎我是其实没有任何的 这个移民倾向的我不想留下来的 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是说哎我不是guarantee approved的 所以呢不可抗力虽然有这个很好的原因哈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原因 但是呢您交上去材料一定要完整 所以呢对于疫情的关系呢 B1B2的这种呃呃这种呃visitor就是这种呃这部分的申请人呢 其实他们在延期的过程中呢 都会有一个呃蛮就是蛮关键的一个一个问题 对于他们来说哈 所以呢这些是他们应该要注意的 由于这个疫情的关系哈 因为我们知道哈不能打指摩了 那肯定省理的时间也会脱长了 所以呢这个也是要需要小心的 是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B1B2转身转身份的 那转身份的话呢 他他的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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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尴尬的是 比如说哈我B1B2转L1的B1B2转F1的 像这种呢也是要小心他转F1的话呢 我们也叫539嘛 那539的话呢他也是要打指摩的 那这个呢也会有一个长时间不知道消息的 而你的B1B2又6180天又过期的情况出现的 哦那这个怎么办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你一定要保证您的package一定要交好 就是说不要让他有任何的 deny的情况哈 因为你deny的就是时间拖的越长 对于Case来说其实越越无力的 就越越越没有没有好处的 所以这个情况也是要小心 特别是比如说B1B2转L1的 转L1的现在也省的比较严嘛 所以呢一定要严格的在转的过程中呢 最好像B1B2转F1B1B2转L1 同时呢最好再递多一个B1B2转F1 特别是B1B2转F1的 像B1B2转F1的这种呢 一定要同时要第一个extension 就第一个B1B2的extension 要保证出来这个这个 因为他每一次i20都会有一个 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时间的 你B1B2转F1 因为他现在省的时间越来越长嘛 有可能你的那个i20他会他会结束的 那他会结束的时间 如果是学校给你新发i20的话呢 他会看你的status的 如果你那个时候status已经过期了的话呢 那这个情况他i20他发不出来 那发不出来的话呢 你的B1B2转F1就会被拒了 那就会被拒的话呢 而且很长时间才会被拒 所以呢你在这边的时间呢 就会可能会引起移民局的注意 然后影响会下一次入境 所以呢在移民局现在疫情的关系呢 他如果有这种比如说这个这个 这个打指摩啊不能打指摩啊什么 不能外光却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呢 你这个情况得要注意啊 一定要咨询一下你们的律事务所 然后让他们给你就是想一想 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办法 或者是说比较安全的办法 那今天辛苦你 谢谢杨阳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谢谢大家的关注 有什么还可以继续留言 我会留下你的问题 在这个有律师过来的时候 来提大家来这个请教 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再见 下期再见 13 继续 高戏 感谢观看